大家好我是双双 欢迎来到我们宣剑五一键零三眼情的全支线 全收集流程的全新期视频 上一期的剧情大家会印象吗 上一期呢我们主人公陆生轩一行人啊 在这个前去寻找星奥时的途中啊 却经历了这个玄武国事变的一个余波 他们这个怎么叛乱咱们是没有经历 但是我们经历到了他们这个叛乱啊产生的结果 最后呢我们的主人公的好友 韩洛大哥在前去营救他的妹妹啊 那个公主的时候呢 却被敌人调虎离山 然后呢我们那个剩下的玄武国的士兵大本营 也被人屠杀殆尽 现在呢我们的任务就多了一个 那就是前去女子国 看看能不能搬到这个白元联盟的救兵 一起呢跟咱们韩洛大哥啊 前去这个玄武国复仇 同时呢能够找到这个支营姑娘 韩洛大哥欣赏人的下落 我们现在呢是啊 前去女子国的途中 是首先呢来到了毛民国 因为我们的朋友阿福 发现这个地方 他的故乡与平常不太一样 人烟变得很稀少 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先啊 四处这个整理一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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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像这个工程 我发现账 什么 你对来得到 不幸连 我们再给批划 这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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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猜测一下这意思 对吧 应该就是 他说病嘛 对吧 应该就是得了病 哇 我们现在攻击太强了 因为是他们这个茅名人得了什么病 对吧 得了什么病之后 他们认为这个得病的原因 是我们这个阿福啊 把之前 那个祭品墨爷给放走之后导致的事情 于是就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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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更加的强 对吧 他就决定的想放他 放走他 他说他们也是生命 应该受到尊重 然后他就会询问我们 陆成轩以及莫爷的想法 就这么做吧 陆成轩在思考了一下之后 同意了下柔姑娘的建议 而莫爷小姑娘的也是 捏着下巴 想了想 决定了 假如他以后再来使坏 反正咱们人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强大 总是能把他给揍一顿 再把他打昏就行了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是决定把这个骨雕给放走 其实他也没做什么事 对吧 只是在这儿睡觉 不过谢谢他可是吃过猫民人的 那是自然法则了 拜拜 当然以我的性子 可能直接把他杀了 以我的这个寸草不生的性格 这样 随着这个动人的音效 他就逃跑了 这个时候却落掉了一个星药石 这是我们游戏主流程中 获得的第八个星药石 接下来只要查出 毛民生病的原因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先前问到了那个NPC 他们是因为喝了水才会犯晕 犯病的话呢 前方就出现这个红色的光芒 走过去就会触发 自动触发剧情 如果我们先没问到的话 我们即使击败了巨兽 也要回到毛民国再去询问 这样的话咱们就沿途 走过好多个有这个触发 按雷的这个地方 就很麻烦了 这时候呢 林月就会自动出现 他是咱们这里面最强的大夫 巨兽骨雕有毒的血液 渗入了这个泉水中 毛民族人呢 饮用了这个有毒的泉水之后 才会生病的 所以我们由这句话 可以判断什么呀 判断这个骨雕 应该是一个雌性 对吧 不然的话 他不可能有血流到下面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只要解读就可以了 我这个逻辑应该是很清晰的 对吧 因为我们也或者是 咱们主人公先前 把他打伤的时候 他逃到这个地方 但是我感觉已经很久了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回去 跟这个毛民王来 那个什么了 所以我们直接准备好了存档 省得咱们沿途 会碰到这个暗雷欲怪 对吧 这样我们就回到毛民国 虽然解决了这个事件 我们直奔这个毛民王的洞穴 把这个事情汇报给毛民王 看一下他能不能放掉 我们这个好朋友阿福 而且呢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有非常多精彩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这个游戏的设定 我们通过咱们的游历天下 可以跟好多这些国家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比如咱们之前 这个他们就不怎么喜欢我们 现在的话就行了 从这可以上来 说话 毛民啊 病好了吗 当然啊 因为我们在都解决了 为什么 我们调查发现巨兽有毒的血液渗入了水源啊 所以导致这个地方被污染了 你们这些病呢 就是因为喝了有毒的水之后 血水啊 引发的 于是我们驱逐了巨兽 再过些时啊 这个水源慢慢的净化之后呢 你们这些病应该就能痊愈了 哈哈哈哈 毛民病好了 真开心啊 你看大概这个毛民王的这个名字 就是三个毛啊 三个毛念什么呀 肯定不是三毛了 很开心啊 这原地鼓掌 毛民病终于好了 服啊 我要把服放了 这毛民王怪怪的 来人啊 一砸地板 把我们都吓一跳 这力量巨大 朋友 阿福也是原地鼓掌的 非常开心 朋友又见面了 恩人 莫爷说呢 我也有帮忙 毛民福呢 点了点头说 我知道 他说 朋友们啊 你们都是阿福的恩人 阿福这个性格非常的耿直啊 这样我们就啊 获得了三个金创药 算是成为了毛民族人的恩人 这个时候呢 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个 你看 这时候我们如果再跟毛民服务 毛民国人说话的话 就看到下面有一个翻译 对吧 我可没打好瞌睡啊 就是因为咱们成为他们的好朋友之后 我们就可以听懂他们说的话了 对吧 然后这里就会多出很多之前任务 咱们一一给大家都做一遍啊 还有一个新的地方可以进入 在我们成为了毛民国人 提高的人 都不是啊 所以根本就会再给了毛民家 这边无缘的 对话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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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跟他这个比赛啊 因为咱们这个 这电脑的配置太高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按一下空格 相当于按好几十下 所以这个力气王 就是比力气啊 你当时的旧电脑 这个游戏刚出时玩的 肯定不是 你看咱们现在 就是咱们的空格 按一下就相当于 因为配置太强了 一下就赢了 就增一下就过去了 就获得250块钱 和这个 这250嘲讽我 还有这个输金活骨散 之后咱们还可以 反复跟他比力气 每次去 就能够驻 这个人 这次是 我们下期费的 但是我以后 我们下期费的 我们下期费的 适合 他们在来 上期费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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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个毛衣非常的卑微 游戏中最卑微物品 就是它就不配有利会 毛民服都不会出现在咱们的 这个剧情动画 这个毛民人支撑的毛衣 这个连利会都没有 这是一个白宝 让我们花了500块钱巨款 获得这个毛衣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 这个毛民族内的那个 找到那个门 门上带那个齿轮的 就那传送阵 我们就可以传送 离开这个地方 就直接进入这儿 但是进入之后 就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一会儿 你看我们进来之后 如果想离开的话 你看咱们只能去东部区域 而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毛命国所处 是西部区域的 所以咱们就回不去了 我们只能长途跋涉走回去 不过没关系 我已经体验 给大家准备好存档了 所以说没事 我们直接来到周瑶国 虽然这个西部世界 这个毛民国人 对吧 自己这个都是毛 不穿毛衣 但是我们来到周瑶国 找到这个人 他就夸我们身上 穿的毛衣真漂亮 对吧 我们说 你说这件毛民毛衣吗 对 这个叫卫力东 没问题 这件毛衣 除了织工细腻 它这个硬刺的毛质 还有防御的功能 对吧 实在是出外经商 这个居家旅行的 这个必备之物 何家旅行的必备之物 能不能请你将 这个卖给我呢 好 咱们主人公非常的实诚 500块钱的竞价 然后也是500块钱 卖给他 就说这是毛民国的 这个产物 特产 然后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你们就可以两个国之间 做这个贸易 对吧 然后我们就会 传送到鹰木国 然后一路走回去 所以咱们 直接给大家准备好了 存档 直接准备好了 这个 这个悬海西岸的存档 我们又 又从那个鹰木国 出去进入东岸 然后咱们又 那个避水诀 沿水 对吧 一路走到这 这样明白 我们是怎么回来的吗 节省大家的时间 所以我提前准备好了 存档 这样呢 我们就 来到这个地方 就会发现 一个新的事件 我就发现 有一个愚人 被两个毛民 围在中间 鱼人什么洛卡卡洛洛卡 在这跳舞 哇 鱼 我们知道这个 毛民人不是 现在很缺吃的吗 因为这天气炎热 采不到果子了 看到鱼之后 很兴奋 原地鼓掌 大鱼 怎么回事 为什么鱼人族 会和毛民人在这呢 这个时候 两个毛民人 看到我们之后 认出了我们 就是对他们国家 有恩的恩人 所以如果我们 第一次来到这的时候 你就触发这个事件 他们并不认为 我们是恩人 就会跟他们打架之类的 对吧 就无法获取 我们想要的新钥匙了 所以这个游戏的 知情人物 编排很有意思 当你与这个国家 这个成为了他们恩人 帮他们这个国王 做了很多事情 帮助他们解决了 民众的困难之后呢 这个世界上 这个遍布的 所有的这些人 都会认识我们 这个毛民人 就会说恩人啊 你也想吃鱼吗 可以 他这个鱼啊 就让给恩人吃了 然后呢 他俩就走了 怎么回事 这个鱼人 就是当面疯狂咳嗽啊 洛卡 原来就是这个东西 卡得我这个 卡得我这个 猴头疼死了啊 咦 这不是星药石吗 你想干嘛 这是我的 你这个石头 能不能给我呀 嗯 他考虑了一下 摸了摸自己的眼睛 对吧 摸了摸头 但是他摸头的位置 长了个眼睛啊 不过 你要帮我找到我的窝才行 我就给你 卡洛洛 他就是鱼人卡洛洛 就是咱们这新的队友 和大王的新窝 水洞有大水蛇 所以要找新窝 水洞不能住了 我们就答应他 好 只要你将这个石头给我 我就帮你找新窝 好 我要把东西给你 我还要一直跟着你啊 直到找到我的新窝为止 我们就会获得咱们在游戏中啊 我们这个游戏中 获得的 123456789 第九个啊 这个星药石女 随后我们就可以返回毛民国 为了避免途中的这个暗雷战斗 我们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存档 进入毛民国内呢 我们可以找那个织毛衣的仆 对吧 告诉他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这个毛衣呢 有销路了 他还说啊 我知道毛衣大家都说质量很差 但是我们告诉他东方世界的这个 东方的周遥国很需要你的毛衣 你以后可以往 把这个毛衣啊 这个卖到周遥国去 不过主人公没告诉他 沿途很远对吧 太好了 谢谢你告诉我这消息 而且还得乘船 船的话只有玄武国才有 玄武国现在又处于兵荒马乱之中啊 所以陆成全是忘记告诉他们了 其实是咱们游戏这样设计的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任务 获得了返魂箱 此时咱们完成了所有 跟这个毛民相关的东西 暂时来说 但我们仍然无法使用那个传送阵 因为那个 星药法阵呢 无法让我们传到西方这个西部世界 估计对咱们完成后续的主线才行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存一下党 好的 我们这个存完党之后呢 其实是瞬间来到这个女子国附近 因为路途呢相对比较遥远 所以说给大家剪辑掉了赶路的过程 不然的话其中一直打怪啊 哎 我们来到这儿之后 这个女子国的士兵就说啊 原来是二国主您回来了 我这就去通报国主 麻烦你 这国家当初莫野 作为青龙族使者的时候也来过 这个夏柔就想起了当时 那个莫野小姑娘来了之后 就跟他说对吧 你是青龙族下一任 圣者近日者的时候 那个那个场景了 当时他感觉很惊讶 虽然是这个女子国 但是怎么说呢 女子国的人也不太干净啊 虽然都是女孩子 你看啊 这里就到处散落这些宝箱 我们就帮他们整理一番 对吧 仙祭福 所以说我们一会儿再说吧 仙祭福是我们这个法师系角色 法师系角色 咱们一般都是私衣 是最开始的那个衣服 然后是这个天羽衣 然后就是仙祭福了 然后是月影服 然后是天际服 这有个活灵芝 然后这有个女子 跟他聊天 他告诉我们两个药方 他说因为这个草原持续枯竭 因为天气太热了嘛 导致他们没有很多药材 到前线支援 如果你有这两种药方的话 对吧 有这个活灵芝和七彩卢荤肉 可以合成一个东西 然后就是水药和玫瑰花粉 可以合成另外一种药材 我们可以跟他在这换药换十次 不过我们不太需要那两种 所以无所谓了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 本阵啊 就是传送阵 可以来到这个新药法阵 咱们先前那个毛民族 那个卖毛衣的任务 不是需要啊 这个进入本阵 然后直接传送到那个 周瑶国嘛 对吧 因为周瑶国那个小小人 他需要那个毛衣 所以说 咱们过去之后就没法传回来 如果你是进去之后 你可以原地再回来 就即使目前没法传送 然后咱们再找找 这里还有一个宝箱 你看藏的比较深 这边是第三个了 此地的啊 第三个宝箱五百块钱 然后呢 我们可以跟这个 丁灵族的商人啊 买卖一点东西 买东西买东西啊 咱们买点东西 比如说这个仙技服 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咱们队员里面 还有一个人没有仙技服 对吧 两个啊 买两件 我们刚刚不是在那个 女子国的住家那儿获得一个吗 再买一个琥珀戒指 这个是增加咱们杨属性的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给夏如姑娘穿上 对吧 让他这个杨属性更高 然后呢 你看他们就会换上这仙技服 他这个天语衣 直接升级到仙技服 还有这个寒星 对吧 也是仙技服 障我们这些人呢 这是麦星 对吧 那我之前读麦星 没错呀 别人都说他叫寒星 到底是我读错了还是怎么着了 这都是仙技服了 然后呢 这个夏如姑娘防御手段 换这个琥珀戒指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跟这个人聊天 这个就是咱们目前为止呢 女子国这儿的两个直线任务 然后这是最后一个 这个宝箱 龙爪花 然后这个叫做木鸣兽 还是什么来着 对吧 它是山海经 这个西山 什么西海内经 还是什么玩意儿的经 里面这个记载的 据说是什么昆仑门 里面的盗门的 这个守门仙兽 长了一个老虎的头 还是怎么着的 然后前面有个长谷谜 叫做谷璇 长谷呢 就是谷是这个 这个谷二头肌 那个谷 就是你这个大腿 你看他这个人的腿非常长 善于跑步 他说他以前是士兵 然后受伤之后呢 退到这个 从前线退下来 他说我认为 现在我的伤已经恢复了 但是前线 已经不需要我去作战了 他很难过 我满腔的报国热血 这该如何是好 只要有心 到哪都能施展报复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跟我同行吧 邀请他作为咱们的队友 但是他认为 咱们太瘦弱了 于是他说 除非你能跑赢我的 最善上跑步 那你去前线 你是只能做 这个传信兵 对吧 我才相信你 好 这样我们就会进入 这个奔跑 这个赛跑游戏 这个地方呢 有好多种说法 首先是咱们这个 键盘罩交替按 你按得太快 容易两个键一同按 那样的话 你就不会跑 因为你键盘两个键 一个键是操控 左脚一个键是操控右脚 你要掌握好 那个啪啪啪啪啪 那个按键的节奏 你看这样就 这样就赢了 这个地方呢 你第一次 不会获得任何的 这个奖励 第二次 如果你失败的话呢 第二次 如果你失败的话 最后他也会加入你 但是会有一些条件 而且你没法获得 很好那个东西 如果你三次全赢的话 就会有很好的东西 有个很好的 这个饰品 可以奖励给你 还有1000块钱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 我这个键盘 那个啪啪啪的那个声音 你看第二次赢 就是500块钱 然后我们再存个档 再有个第三次 赢三次就行了 第二次 如果你失败的话 你可以连输四次 连输四次 你这样可以 他也会 可以加入你 但是需要你给他一键 就是那个 让他跑得更快的鞋 才行 看咱这速度 他怎么跟你跑 这个跑步游戏 你如果是两个按键 你左右手 这个不太协调的话 你容易这个 左脚扮你的右脚 然后你就自己就跑不动 就停下来 就失败了 所以你赢三次 就有这个飞奔鞋和1000块钱 这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所以推荐大家 还是以胜利 让他加入 看来你真有能耐 我就加入你吧 古玄呢 也加入我们了 这些这个七星怪状种族 什么长谷民 这腿长的呀 包括这个一只手的呀 包括这个 什么长的七星怪状 这些人呢 他们都是没有年龄 这个体重和身高 这个三维数据的 所以说呢 没法给大家报 但是这个古玄 是一个技巧性的战士 也是热血的性格 跟咱们这个墨野小姑娘一样 与这个热血天空 和热血复活 对吧 然后我们就 又多了一件鞋子 飞奔鞋 让我们其中一个人 速度可以很快 咱们让人速度快的话 比如说就可以给他穿了 对吧 这个子大鼠 或者是给其他人都行 然后我们就可以 现在可以做一件事 比如说 哎呀没那么麻烦 走吧 我本来还想把那个 我本来还想把那个 把那个 把那个谁的 把那个 把那个 那个那个 寒落的装备扒下来 因为他就要离队了 不过咱们先出发剧情吧 也不用玩那么细 因为这个游戏战斗 非常的简单 女子国主下会 对吧 你回来了 一路很辛苦 你和青龙国使者 去东方一趟 可否打听到近来 天后异常的事情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大致弄清楚了 我会找时间 向你仔细报告的 就是先前那个 青龙族的 目前的这个圣者 就告诉我们那个事 对吧 千千千那个妖武 现在封印削弱了 所以他这个妖力又复发了 这些同行朋友呢 都是我在此行 认识到的朋友啊 一路上帮了我很多 所以咱们就同行了 然后这个 你看这个女子国国主 也是很会说话 对吧 感谢诸位 这个照顾我的妹妹啊 然后姐姐 我已经重了事 想与你相伤 就关于这一次 玄武国叛乱的事情 结果呢 这个不愧是国主的 情报网 落比咱们强多了 他已经提前知道这个信息 几天前就知道了 原本我们女子国啊 算是这个白元联盟中 安然无忧的后方国家之一 不必像南方某些部族一样 直接卷入战火 但如果是玄武国和朱雀国合作的话 我们一下就成了前线 尤其是同盟啊 如今父辈受敌 共主 也就是这个白元联盟的盟主 也对此事十分的忧心啊 也就是白火猴了 这件事啊 对联盟威胁真的很大 因为这个玄武国成了敌方势力了 关于此事 目前我有一个想法 请问问这个姐的意见 我身边啊 这位就是玄武国的世子 如今他的国家 这个沦于这个叛臣之首 如果我们以白元联盟的力量 协助他复国 今后玄武国便至少 不会再倾向这个朱雀势力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 背负受敌 双面受敌的威胁了 这是个好办法 这样吧 你去向共主提议 请他啊 这个分一些兵力 协助玄武世子复国 那我即可出发 去觐见共主 你也帮我引荐一下 这位世子吧 我都忘了这事了 这位就是韩世子 韩洛 你好你好 幸会幸会 国主你好 世子啊 对于贵国发生事 我们十分难过 关于你们的这个复国大业 我们啊 结果还没说完 韩洛就跑到一边了 因为我们知道 韩洛现在满心 都是除了这个复国的事情 还有那个 他最关心 那个知盈姑娘的安危 对吧 所以现在实在是 就是这个面上的表情啊 控制不住 可能都要哭了啊 这个 没法在这跟这个 这个夏慧来说话 心情难以平复 所以让他在这儿 先沉淀冷静一下吧 等心平这个契合之后呢 咱们再好好跟他聊 看来如此 那我们就 咱们就先出发前去 白虎国吧 让这个韩洛呢 就先离队 对吧 同一时间啊 玄武国之内啊 也在进行着一场 这个密谈 你看 我们发现这两个人 对吧 这个红衣将领 叫对方人说云岩将 正是云岩啊 原来你就是地主 这个地主 也就是朱雀国的皇帝 对吧 朱雀帝 所说的第五位岩将 幸会幸会 原来他们就是 他本身应该也是岩将 但是你看 这个云岩明显不会飞的吧 跟这朱雀族的 这个外貌完全不一样 他应该不是朱雀族的人啊 本座接到地主之命啊 将你这个 说你将担负 寻找我族圣物的使命 要我全面协助你 多谢法岩将 您的一番好意 不过应不劳您费心啊 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太坚蛮了 就让本座派几个人 一路协助你吧 法岩大人啊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但我一个人行都惯了 如果有他人相随的话 反而处处不自在 但这是地主的命令啊 如果没事啊 是我先走一步 我看这个云岩将 非常非常冷酷 而且好像根本就不把 这个地主的命令 和这个法岩将 放在眼里对吧 真搞不懂地主在想什么 就找了一个 这个族外之人来当岩将 我必须提高警觉 这个时候他赶紧 一声令下 找了一个女将领对吧 有何吩咐 你去跟那个云岩将 仔细啊 这向我回报 他的一拳一动 遵命 这情势非常的紧张了 目前看啊 好像就是一个这个 恩国大战就要开始了 下手机啊 韩洛哥应该没事吧 现在这个韩洛呢 比我们当时话非常非常少的 这个主人公路程圈 还要夸张 非常的闷 咱们现在就相信韩洛吧 多的支持他就行了 白虎国呢 在这个女子国西方不远之处 咱们先去白虎国吧 让我们就 你看离开了一个韩洛这个队友 所以咱们先前就考虑啊 是否要把这个 是否把韩洛的这个 这这个 装备给他扒下来 但是想了想没必要 你看西方世界 咱们直接往这走 就能进入这个白虎国啊 就这个小帐篷 所以咱们这里 就不给他剪辑了 直接跑过来就行 虽然我也留好了存档 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 凭我这运气不会愉快 让我们直接就进入了白虎国 白虎国之内 这个地方 也有一些宝箱 我们可以先整理一番 先到这儿吧 这是白虎国的住家 你看这个 上面就放了一个黑钥匙轨 这个新钥匙轨 咱们又获得了一颗新的 这个新钥匙对吧 然后还有一把 这个囤毒刀 有一些攻略上面的 这个攻略上面 记载的这个地方 是一把石斧 所以说有些攻略 是不太对的 这些攻略一般都是 台湾版本的这个攻略 然后那个时候 这个游戏的版本比较早 然后目前呢 是游戏最新的 这个1.04A 所以说很多地方都改动了 给大家稍微说明了一下 避免大家玩攻略的时候 看这怎么不对 就很纠结 有的强迫症是这样的 你觉得不对 就不想继续玩了 然后呢 我们就获得这把刀啊 这把刀非常的强力 但是攻击不如咱们这个石斧 我们可以啊 一会儿给他跟他说话 再说吧 怎么办啊 我们看到这个福燕 这个人啊 是白虎族人正在咳嗽啊 怎么办 他该不会争取 做什么傻事了吧 你还好吧 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 说来听 我现在这个满腔热水 怎么知道怎么知道 但是得病了 对吧 命不久矣 所以你希望我替你找药材吗 听我说完啊 我的家人季秋 为了我的病呢 悟性偏方啊 深信用白民族的人的这个耳朵 可以救我 于是去寻找了 最近因为战乱的关系呢 各族的难民都涌入了我们白虎国 我的家人啊 因此找到了白民族人 那些天起啊 这个季秋啊 就没再回来 有人看到他和三位白民人 在这个女子国的方向离去 他说他怕季秋做傻事啊 别到时候真那个什么啊 这个深信偏方了 咱们帮他去寻找季秋 就会有一个新的伙伴加入 就是福燕啊 所以咱们正好这个离开的这个一个寒落世子啊 又多了一个福燕对吧 就把他这个囤毒刀给他装上啊 然后啊 然后这边随便给他装一个金牛角加攻击力的 对吧 就行了 不过他不需要攻击力啊 啊 他也需要攻击力 然后我们就在开家到时候逛逛 这边有一些任务 咱们下一期再做 好吧 我们这期呢 先先把这边的这几个宝箱先拿了 你看这边还有这个第二个宝箱啊 整理一番 土地神符 这个是好东西 土地神符是好东西 然后这边是一个白虎族的住家2 然后你看这边有头熊 大家有印象吗 咱们游戏的第一期就给大家说到一个重要的支线任务 对吧 那头熊啊 我们不是第一开始发现那头熊啊 然后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对吧 然后这边有一件御灵桨 这是一个好装备啊 这应该是第三个宝箱了吧 预顶甲 对主人公直接穿上 这个比天狼甲更强 然后给他穿上天狼甲 让我们这几个队员呢 就相应来说是这个 武装完备了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看有什么宝箱之类的 白虎国的卖场啊 你看这里面好多人对吧 还有这个定灵族的商人啊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宝箱啊 这应该是第四个宝箱了 第大悠久 这个地方呢一共五个宝箱 先前那个女子国那儿也是一共五个宝箱 但女子国另外一个宝箱呢 在这个女子国的国王国主下会的那个房间里面 我们啊 触发剧情之后直接回他的那个国主的房间是不行的 所以说没办法 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把这地宝箱整理干净 然后还剩了一个支线任务 咱们下期再说 我们现在出发主线剧情 去见贡主 白虎猴 女子国下柔求见贡主 烦情通报 原来是二国主啊 我们看这些白虎族人都非常的精壮 身上都是鸡肉 与此同时呢 镜头的另一侧 镜头一转 在这个女子国内啊 有这个士兵向下会禀报 据传啊 这个不是 据咱们这个探子回报 玄武国派出的士兵啊 朝我们女子国前进 我们已经啊 先吩咐大家进入战备啊 等候您的进一步指示 在我们主人公一行人 刚刚离开了女子国前去白虎国的这个时候呢 他们竟然直接受到了玄武国的进攻 来的比我预料的还要快 所以咱们整个游戏的这个气氛啊 就就就就紧起来了 启禀国主啊 玄武国派来使者 要求我们交出叛乱分子 首领韩洛 他们说如果我们不交啊 他们就有所行动啊 让我们好好想清楚 但是下会作为一个女子国的国主啊 当然明白其中的一些事情 这不过就是一个借口 难道我们交出了韩世子啊 朱雀国今后就不会再要求啊 他们这个玄武国发动进攻了吗 他们就不会继续啊 这个推动北方的战线了吗 这只是一个啊 这空苦无平的一个威胁 不能说空苦无平吧 只能说一个这个白口威胁的吧 咱们之后交了 他们就白赚一个韩洛 你去跟他说啊 玄武世子是我国贵宾 女子国绝不会把他交出去的 顺便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真的想打的话 白元联盟的共主啊 白虎猴也不可能做事不管 厉害得势 让他们自己好好考虑清楚 你看这个宝箱对吧 咱们之前回不来没办法 下期再见 你下去告诉众人啊 切记不要让玄武国的世子 知道这个事情 还有呢 立刻隐匿行踪 前往白虎国向贡主啊 紧急通报此事 是的 然后我们又镜头回来啊 见到这白虎猴啊 长得很壮对吧 你看带着一个金罐 原来如此啊 本狐大致明白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咱们这个经过告砸了 我疏忽了朱穴帝势力 早已如此积极渗透 玄武国的事情 让北方的后门洞开啊 这确实是我们的一大挫败 但是共主啊 我们今后啊 只要获得玄武国的支持 后方便得以永远稳固无忧了 之前的时候呢 玄武国是一个啊 各不相邦的呀 各不往来的一个状态 但是因为他们 被这个朱雀势力渗透嘛 对吧 帮助这个韩武 他们不是这个叹变嘛 所以倒向了朱雀一方啊 但是咱们现在有韩洛 是吧 我们如果帮助玄武国 世子韩洛复国的话 这是双赢的啊 本侯也十分赞同你所提的 协助啊 世子复国之势 但如今啊 我们这个联盟的兵力 大多在南方战线啊 我会吩咐设法 拨出一部分跟兵力北上 协助世子 但是呢 行军啊 至少需要十天上下 请夏儿国主及玄武世子 安心捎蛋 感谢共主安排 多费心了 这个时候这白虎族的 这个使者也来了啊 骑兵共主 有要事禀报 刚刚呢 我们得到急报 说这个玄武国派出的军队 朝女子国进发 这一听 吓如吓一跳 怎么这么快 果然北方战线的问题啊 攸关今后长期之战略 必须最优先处理 然而调兵北上 需要一些时日 如今女子国面临的 直接威胁 女儿担心啊 不妨先返回 协助夏国主 两个星期之后 北上的援军啊 再前往贵国 一会合 咱们再商谈这个 这个协助复国之事的吧 现在咱们就先 先保住咱们这个 女子国的安危啊 太好了 韩乐哥应该可以顺利复国 但是没想到夏姐姐的 这个和国家面临危险 咱们先回到女子国啊 一同抵抗外敌啊 多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不过我担忧路上 可能会遭遇玄武军队啊 所以我们回城走 另一条山路小径回去 这条小径上 说明咱们会遇到 那个季秋对吧 就是提担那个家人找解药的 这样的话 咱们那个新队员福宴啊 应该就能够得偿心愿了 那条路比较荒屁 应该能避开这些军队啊 所以咱们就绕另外一条小路 回到女子国 至于我们这个白虎国啊 之内 还有其他的什么新的支线任务吗 我们能不能获得更多的 这个新钥匙 是否能够在最后 积极28颗新钥匙 以及啊 我们这个女子国啊 这个和这个玄武国 这个这个战争啊 我们能不能帮上什么大忙 对吧 能对这个战事起到什么样的帮助 咱们以后慢慢给大家来讲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在我们本期结束之前 先看一下我们目前的石头啊 1234567 890 您收集的接近一半了 这样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